为了与台湾讨论产业合作方案 韩台产业合作论坛于本月23日 在大韩贸易投资阵线公社拉开了帷幕 今年已是第二届韩台产业合作论坛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东亚经济共同体发展过程中 谋求两地区之间的产业合作方案 当天两地区企业相关人士出席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陈德胜教授 和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全浩一市长发表了演讲 通过本次论坛韩国和台湾 针对双边经济交流和两地企业 共同进军中国市场方案 以及与韩中FTA相关的韩台合作事宜进行了讨论